大家好,我是阿欣 昨天晚上住在地下室的这个旅店 晚上的话就这个有一点点声音吧 因为旁边是下水管道 刚刚的话我已经去续住了 因为我的快递还没有到 它在黑河了 但是没有配送 准备拿个牙刷去刷个牙洗个脸 然后我们出去逛一下 东北早逝 再过一会就得剩五十了 现在是中午的快十点钟 穿上几件衣服就行了 不用把衣服全部穿上 因为今天不起车 衣服的话也已经穿好了 我们准备出发 手套还是得戴着 不然的话等一下手都拿不出来 今天的温度还行 只有零下几度 感觉不是太冷 摩托车的话 等一下回来再打 今天零下几度 应该没什么问题 先出去逛一下吧 十八元自住水家 好多东西 这是不是早吃 好多摆汤子的 为什么还在卖游泳圈 这里还能游泳吗 这里是小商品一条街 卖啥的都有 好多人 这边也是 坑子 我以为是板栗呢 很繁华呀 老师说 东东北京吃铁肠腰 是 很繁华呀 老师说 日杂地 清雪 你看 这都是清雪的工具 本来准备出发去逛一下黑河的早逝 但是我在网上搜了一下 发现现在因为天气寒冷 早逝已经没多少人出汤了 然后去吃早饭的也很少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去了 来的时候不太对 应该是夏天人非常多 冬天的话 他东西一拿出来就冻了 怎么做嘛 对不对 我们现在去 刚刚的商业街 再去逛一下吧 好多卖东西的感觉 哇 这条街很长 一直延伸到前面 都是步行街 今天风有点大呀感觉 我们现在又快到江边了 然后吃饭就等下再吃吧 先去看一看白天的中楼碧 对面这三个就是俄罗斯大爷 说的俄语 又来到了黑龙江公园 沿江公园等于是 对面就是俄罗斯了 对面是俄罗斯远东第三大城市 布拉戈维 沈斯克这个应该是城市的热力公司 然后这个是俄罗斯的电视塔 电视塔那里有俄罗斯国旗 哎呀 这里有两面国旗啊 一面是俄罗斯国旗 一面是中国国旗 相比相对 中国和俄罗斯的界限就是这条黑龙江 共有的共有的边界限 中国黑河和俄罗斯的布施 它是一个互相免签的 但是是团队免签 所以想要过去的话也是很方便的 做那种气垫床也就七分钟 就到了对面 或者到了我们这一面 由于河流冰冻啊 然后现在的用力不足 它只能用那个七点床 比如说 导致现在有大型的旅客滞留 也不能说很多吧 就是几百个 哎呀 这个河面是流冰盘 它没有全部山洞 应该再过一个月就全部山洞 这边太阳被这个大楼遮住了 然后我们去有太阳的地方走一走吧 太冷了 在1858年的时候 这里签订了爱徽条约 此条约练中国 失去了黑龙江以北 外星安利以南约60万平方千米的领土 不然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走到对面了 现在的话 我们过去就等于出国了 前面就是我们昨天晚上看的母亲玩场 一个雕塑 一位女士举着一个小孩 这个小孩长了一对天使的翅膀 属于儿时风格 我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为什么它是正面朝向中国的方向 当然如果它是正面朝向俄罗斯 我也会为什么它会正面朝向俄罗斯啊 就是说它这个正方面 这样安排有什么独特的意义吗 感觉对面的话 城市中心是在这个方向 是在这个方向 这道小岛是中国的 然后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名字 我看了一下地图 上面有一个大岛植物园 然后就是中了国际上茂城 这个雕像的意义 应该意思是这个书籍是很重的 现在风太大了 刚刚我是想说 不应该是书籍 不应该是书籍的书籍 书籍的每一个都正落前景 到这个小岛边上了 对面有没有人看我吗 还没有看到人 我今天就走到这里了 都差不多的感觉 风有点大 我现在准备回去了 好好休息吧 然后看看快递有没有到 这应该是一栋古建筑啊 感觉在这个江滨公园 没有几个房子 都是在那个王宿街对面 之后的话就是一些休息室 房子的话确实没多少 我们去这个房子的正面看一眼 应该是有一段历史了 这是一个商会的房子 中俄商会还是什么商会 这里有牌子 我们去看一下是什么 叫艾辉辉历历史成列广 黑河商会历史成列风光 这两个雕线应该也是名人 这里还有三个 这是清朝的人 不知道在干嘛 在手里拿着什么东西 这里有一个全民健身运动场所 哎呀 还是挺齐全的 好久没有锻炼了 好久没有锻炼了 看战第一枪 又来到了这个母亲广场 然后我们继续往前 还有几百米 这个车现在晒到一点太阳了 等下是过来试一下 应该是能打着的 就是不知道电梯能不能起 没问题 给大家先坐两分钟吧 然后光复 快递已经在配送了 下午的话去哪个快递 明天出发 下午的话睡了一觉 赶赶去洗了个澡 晚上的六点钟了 来一个冰淇淋啊 这个叫草莓味的 这是冰淇淋 然后这上面是草莓味的弹息 味道还是可以 今天我也算是在冬北 暖气房里面吃上了蓝淋 外面零下十几度 刚刚在晚上订了一份外卖 滑门鸡米饭 外面脸还送出了 还好 他是先给我送的 我马上联系他 他给我晃了一下就行 米饭有点小呀 味道能够吃吗 先吃着看看 菜还挺多的 有一盒 今天就上午的时候出去关了一下 下午的话就是在这个宾馆躺了一天 躺了一下午 然后今天那个快递也到了 明天出发的时候 顺便去取一下就行了 还有这个是粉条吗 还是粉丝 挺有嚼劲的 反正吧我吃饭吧就是填饱肚子就行了 也不追求什么 特色美食呀这种 吃完饭了 休一会吧 一会吧 这个睡袋简单收起来吧 明天就稍微 好一点快一点能够出发吧 看一下能不能把它收起来 应该是可以的 感觉不好收啊 要使劲压缩 摆住 感谢大家 请楼下 不打算 不打算 发动 不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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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刚刚收这个睡袋竟然收了10分钟 不过这是第一次收 之后收的话可能天天收习惯了 应该就会好一点 然后今天的话我们就出去 白天出去逛了一下 就回来休息了 没有去哪里 明天的话我们还是继续出发 前往哈尔滨方向 一共的话是600多公里 可能要走个三天左右 三四天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就早点休息了 拜拜